因為經濟的穩健 還有企業的體質 通膨也不是很大的issue 所以我們想這個基本上是個軟著陸 那各位知道軟著陸這個部分的話 我就算是升息降息都不會太劇烈 我們這個投資債券 雖然降息循環的時候 投資債券是對的 它可能不會有這麼大的幅度 所以你不見得賺得到 但是如果一旦出現這麼大的一個東西的話 你反而可能是做 弄到一個大怒神 投資給你問 致富關鍵就怕你不問 我是阿中哥 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想今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年度 因為大家都在期待美國聯準會會降息 今年又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 所以在大選年又有降息這樣的一個消息 那我們對我們的投資 到底應該怎麼樣來做調整 怎麼樣來做布局 我想都是大家關心的 那我今天非常高興 請到了凱基投信的總經理張慈恩 來到我們的現場 這個我們看到美國的這個通貨膨脹的壓力 慢慢慢慢在架降 然後大家就開始一直期待 會有一個降息的循環 可是這個美國聯準會主席 3月他就沒有降 那沒有降息的這個狀況之下 大家就預期又落空了 那今年的降息一定會出現嗎 那如果一定會出現的話 他跟過去的降息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投資人他可以記住的第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有一種降息叫做 預防式的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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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另外一種的話就是衰退性的降息 衰退性的降息 對 那預防性的話就是說 你覺得可能過熱了 你可能有點通膨了 所以像現在這個情況就是屬於預防式的 我做一下降息的動作 那他的特質就是說 他不會急升或急降 嗯哼 好 那剛才提到就是說 如果說 如果說他是一個衰退式的降息的話 是 我們如果看過去20年的話 大概出現了三次 三次 好 那第一次的話就是2000年 2000年 我記得那時候科技泡沫 對對 好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叫做衰退式的降息 Next Day那時候臨漲大跌 跌下來 投資人 大損失非常的大 對 那那時候利率 他也從6%很快的降到3% 還有一次發生 我想投資應該也是很印象深刻的 就是雷曼還有次貸那次 2008金黃海嘯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學到一個 一個Term叫QE 對嗎 對 QE 因為利率降下來還不夠 調降利率還不夠 還三次QE 嗯哼 那為什麼 因為他發生了很大的一個世界 金融事件 那目前來講 因為經濟的穩健 還有企業的體質 通膨也不是很大的issue 所以我們想這個 基本上是個軟著路 那各位知道 軟著路這個部分的話 我說就算是 升息降息都不會太劇烈 所以大家不要去期待說 他跟科技泡沫一樣 他跟那個疫情的狀況一樣 因為疫情的狀況 他也快速降息 對 上次疫情那部分的話 我記得那次 比較近的是2020年3月嘛 金融市場非常大的震盪 對 那時候還 油價都變富的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學到一個詞 叫熔斷 熔斷 熔斷呢 所以這次不會出現熔斷 絕對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是從聯準會的這個 把這個降息的時間延緩 甚至這個降息的次數減少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得出來 事實上 從聯準會的視角看出去 整個景氣的狀況 比預期中的還要好 我想 implication應該是這樣 所以如果您提到說 2024年跟2023年 我覺得投資人可能心態要調整的是 他沒有想像這麼的 好像像過去那樣的大多 這麼好賺 這麼好賺 可是2024年有沒有這麼的不好 也沒有 也沒有 所以我想這個是有關於期待 所以投資人比較需要了解 是你投資的目的是什麼 我想應該是說 我們要認識自己的 一個投資的屬性 我就舉例來講好了 我想最近很流行 因為Fed您剛才提到 降息這件事 人們都會覺得 我只要降息了 我只要投資公債 我就可以大賺錢 能夠賺到像股票一樣的錢 那我們可能就要問投資人說 那你認為投資公債的人 是保守的投資人 還是積極的投資人 一般大家講投資債券 一定是比較保守 可是我知道 很多投資債券 也可以賺到比股票還多的錢 就像您剛剛提到 通常買債券的人 會比較保守 是的 因為金融風暴 2008年的金融風暴 大家覺得 哇 股票市場太可怕了 所以他決定要買債券 對 那所以他基本上 買債的人 基本上就是我要席職 對 所以我想席職是一個 相對來講 跟股票投資相對穩定的人 穩健的人 對 所以我想 可是我覺得 過去兩年的經驗 就是讓大家也曾經害怕過 就是2022年 對不對 我想你應該也記得 2022年就是 我明明就很保守了 股票大跌對不對 我買了債券 結果我的債券也跌 那時候就把大家嚇傻了 就覺得 怎麼搞的股債會同向跌 那這個時候 我的股債配置還有什麼意義 我想2022年是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我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利率這樣的漲法 就像譬如說從0標到4、5 我想歷史上面是少 對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的話 利率的上漲 可是他終究還是 回到一個比較正常的情況 我們還是要回到本質 如果您認為你是個保守的投資人 你去買公債 那我就想說公債人們 為什麼買公債呢 因為他不會倒 政府比較不會倒 對沒有錯 我們最近聽到就是 你要不要買公債啊 如果你問我的話 就是說 美國政府的公債呢 我就要想一想 但是如果有一些新市場的政府的公債 我可能會考慮 因為他利率比較高 因為反正政府如果都不會倒 那我當然選利率高的 好 我想阿忠哥 他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投資人 那事實上 就我們在服務法人上面來講 在我們過去這兩年投資公債的人 他通常他是要做trade的 他是要做trade的 他是要做交易的 他要賺價差 他是要賺價差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一個保守的投資人 他其實是不會去做賺價差的事情 沒錯 好 那如果今天是 比較積極的投資人 我就去賺價差 是 那公債可以賺價差 是因為他的存續期間比較差 是 我想阿忠哥可以講到 存續期間跟duration 所以我認為如果你要投資公債的人 至少你要聽懂 什麼叫存續期間 當然我今天利率我認為Fed 可能從5%掉到4% 我馬上就是存續期間稍微長一點 我可能可以賺個20% 如果我們不認為他衰退性的降息 如果只是預防性的降息 他只是微微的降一點 沒有錯 那他就不可能賺到那麼多 原來你一開始的時候 要去解釋說 為什麼這一次是預防性的降息 而不是衰退式的降息 就影響到你債券的投資 你到底要賺價差還是要賺配息 對 因為我們在做產品設計的時候 過去這幾年的話 債券ETF最早的時候是法人做的 那法人投資的話 他們公債對他們來說 他們都是做一個trade 他們如果要coholding 他們會買信用債 他要拿配息 他會拿信用債的 所以公債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交易的 信用債就是一般的所謂的公司債 就是A債 A級債 A級公司債 B級債 這個部分 BBB的這一類的 那我為什麼特別在這個時候 談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發現過去這一年 公債 美債 公債的 ETF 資產規模增加了2000億以上 就大部分人都跑去買公債 投資人他聽到的都是美國政府不會到 我想那是信用風險 可是他了不了解 存續期間這件事情 我如果是一個退休族權 我要拿income的 萬一碰到2022年那種情況下 的那種劇烈的波動 你可能就有一個巨額的損失 是的 如果今年是一個預防式的降息 你應該是買這種賺配息的債券 所以那這個時候你就應該去買 這所謂的信用債 或者是所謂的投資級的公司債 我想阿忠哥你也知道現在來講的話 事實上A級的大概都有5%了 甚至有7%以上8%以上 而且他的credit也是蠻好的 那為什麼我們這時候不投資呢 像什麼樣的公司 是也被列為在這個級數裡面 我想非投資等級債來講的話 就是所謂的在 rating上面 叫B級以上 從剛才分析到現在 你的第一個建議就是說 我們這個投資債券 雖然降息循環的時候 投資債券是對的 但是你要千萬要小心 你投資到那種要賺價差的公債 因為這一次他可能是預防式降息 他可能不會有這麼大的幅度 所以你不見得賺得到 但是如果一旦出現這麼大的一個東西的話 你反而可能是弄到一個大怒神 那事實上公債來講的話 他的震盪是比較大的 就是他的價格波動會比較大的 所以公債去投資公債的保守 他本來是以為他投資公債 是好像在做旋轉木馬 可是事實上如果因為長天期的公債 波動起來是很大的 你可能會被甩出去 你可能被甩出去 結果就是變成本來做旋轉木馬的 變成去做了大怒神 所以我還是要提到公債的投資是非常專業的 那如果說您今天是剛開始做債券投資的入門 我會建議用信用債的一個投資是比較好 台灣投資者最熟悉的信用債 就是所謂的非投資等級債對不對 就是我們過去的講的什麼 很高的那種收益的債券 好那就拼拼強調那個利率很高 到期子利率很高那種高收益債 或者非投資等級債 那可是你們會建議大家投資這樣的債券嗎 因為我真的要去投資信用債 我就挑那個到期子利率高的 好我想信用債來講的話 有分所謂的投資等級跟非投資等級 那我們這次建議的投資人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拿到比較高的股息的話 事實上我們可以建議投資人 能夠focus在有一段是B級到BB級的 意思就是說 B級到BB級 或BB級到B級的 然後去掉CCC以下的 就把那個信用平等最差的那一級把它去掉 所以投資人如果說您今天要買債券的話 我們建議就是有點像是 你吃鮪魚的話要吃中間那塊 吃最肥的鮪魚肚 沒有錯沒有錯 那就是我們會建議投資人 您可以從A級的到B級的 這中間去做選擇 這個一個信用債 大家會做這樣的建議 所以你的建議就是說 今年雖然聯準會降息 但是它是一個預防性的降息 所以投資人如果你要在債券市場賺獲利的話 其實你應該最好的是買信用債 賺穩定的配息 這個是你最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穩定的配息你建議就是說 鮪魚肚 吃鮪魚肚 就是把A級的債券 B級的或到BB級的 但是把C級的那些債券把它去掉 我只吃這個鮪魚肚 那所以像B級的債券 有什麼呢 就像什麼Uber Uber這種大公司 或者是像什麼美國航空 或者這個像舒富比 這種拍賣公司 他們都算是B級的這樣債券 所以事實上你就是賺這種穩定的配息就好 那你保守型的投資人 其實你就賺穩定的配息 你不要跟著大家潮流去投資那些公債 公債搞不好那個波動太大 可能會把你嚇到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問你就是 那股票呢 股債我到底應該怎麼配置 我們會建議投資人在選擇標的上面 有兩個特質 一個是高品質的 高品質 而且成長型的 高品質同時成長 那台積電就是 對 可是我們還是建議投資人 能夠用ETF或主動基金的方式 所以您可以去看一下這個基金的特質 它是不是在focus 在所謂的高品質跟成長型的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說 home buyers 我們台灣投資人應該要投資台灣 可是也不要全部投資台灣的話 我會覺得全球股票型的ETF 這個部分或主動的基金 都是可以做一個選擇的 全球股票型的ETF 現在在台灣有了嗎 我們推了一檔00926 那這檔基金的話 就是所有全球的11個產業的前五名 就是那股票 假設我買全球型的股票 跟我的債券ETF 那我到比例上 我到底要怎麼配 會比較好 我今天針對比較穩健的人來談 我們會希望在這個時候的配置 降息前 我們會建議你要做55配置 55配置 就50%的股票 50%的債券 對 那50%當然就是台灣 我們愛台灣 這一定要有台灣的基金 再來的話就是全球型的基金 OK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在債券就是信用債 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你有鮪魚度的投資 鮪魚度的投資 OK 所以穩健的投資人 建議大家是 5比5 股票50 債券50 好那股票的部分 不只有台股 也要有全球型的股票的ETF 好我想 這是我們今天的節目 謝謝Ann 來給大家做了這樣的一個分享 我們歡迎大家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是阿宗哥 謝謝大家 投資給你問 致富關鍵 就怕你不問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幫我們按like 及訂閱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想要聽什麼投資理財的內容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阿宗哥 投資給你問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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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